他原本做着收驴皮的小生意 一件事刺激了他 他转行养起了牛 这牛一千金二多的牛 他砸下全部积蓄 没想到发财路上举雾为奸 碰到一个窗上水来 几天都气不烂 他收购了317口大缸 牛肉进了这些大缸 就能变得更值钱 这个银 这个银是什么银 这个本来是 你现在是水舞 盛水的 盛水的 他把不值钱的牛骨头 也变成了宝 这个得有两百多斤的框 就光一头牛就有这么多 对 2020年 他的销售额达到2600万元 带动当地88户养殖户增收 看河南华县的苏国凯 如何大缸里藏肉 多渠道赚钱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金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叫苏国凯 他原本做着收驴皮 卖驴皮的生意 2013年因为当地的一种美食 他转行养起了牛 苏国凯养牛的方法很不一般 只养公牛 在他的手里 就连不值钱的牛骨头 也能身价倍增 2020年苏国凯的销售额 达到2600万元 还带动当地88户农户增收 他的牛生意咋就这么厉害呢 苏国凯说 他赚钱 离不开317口大缸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些神奇的大缸 采访的时候 一见面 苏国凯正在做的事 就让记者看呆了 100多斤的大缸 他就这样挪起来 一使出就懒了 这个一摔就坏了 苏国凯今年53岁 和这些缸的年纪差不多 没用了 现在没有这老胡劲 就是穿甲包 现在是没用了 慢慢不挡 这个就是懒一个 就是打懒一个 就烧一个 这个实际上就烧一个 这些大缸都是手工烧制的 是苏国凯费了很大劲 从全国搜罗来的 他手里一共有317口 每一口他都视若珍宝 就连听一下大缸的声音 心里都美滋滋的 这个银 你看这个银 什么银 你看那水舞 盛水的 盛水的 每个都不一样 因为手工做的 这个不一个盛 对对对 仔细看这还不一样呢 这不一个长生产了 是100多斤吧 150斤 150斤可能都得多 我大用膜是150斤 大约你觉得150斤 150斤可能要多 不能 不行 这根本都不动 才不能 够强不强 这真的不能 是够成的 进入12月 现在那个肉香味了 这个现在就是 可能提前就可以了 能买多少钱 这一缸大概就买 16000块钱左右 这317口大缸 对于苏国凯来说 非常重要 牛肉进了大缸 才能变得值钱 2020年 苏国凯的销售额 达到2600万元 能赚到这些钱 最离不开的 就是这317口大缸 这狼苗来的 谁不知道 苏是白尾的死忠 大伙说 苏国凯养牛 卖牛肉 总能比别人赚得多 在每一头牛的身上 他还能赚到 同行赚不到的钱 就连这些 以前不值钱的牛骨头 到他手里 也能变成宝贝 采访的时候 记者发现 苏国凯养的牛 也和同行不一样 他在当地 率先养起了 西门塔尔牛 与本地黄牛杂交的品种 而且只养公牛 苏国凯不光自己赚了钱 还带动当地88户养殖户 一起养牛增收 苏国凯这牛生意 咋就做得这么厉害呢 故事还要从苏国凯 骑着自行车 收驴皮开始讲起 看看毛驴的牙 捏捏毛驴的后背 就能知道毛驴的好坏 苏国凯挑起毛驴来 十分在行 驴皮买卖 是苏国凯做生意的起点 苏国凯出身农家 初中毕业后 他开始收驴皮 两天一趟 骑着自行车 卖到四十公里外的 恶交场 苏国凯很快 攒下了十万元 他想绑住普工 加进点负担 我也希望做生意 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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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在旁边 他想抓住每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 2013年 人们发现 苏国凯赚钱的 驴皮生意不做了 流转了二十亩地 开始养牛 那时候 华县当地 还没人规模化养牛 农户多数都是在院子里 养上一两头 苏国凯却说 在牛身上 发现了能做大生意的机会 要养出好牛 苏国凯没少往牛圈里钻 危险也没少遭遇 苏国凯对着生意很上心 收牛的事 他都一直亲自去干 买牛卖牛 这场看似简单的交易 平静的表面下 暗藏玄机 咱们也不知道 人家买牛的人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你必须有经理交易人 你们叫他什么人 你们叫他们叫什么中间人 经纪人 还叫 经纪人 在当地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买牛卖牛 都要通过牛经纪人 买卖双方并不见面 选牛谈价格 全部委托给经纪人出面 每成交一头牛 牛经纪人 可以向卖方 收一百元的佣金 到了真正交易的这一天 都得按规矩来 八点之后 牛不能再吃喝 等着十二点交易装车 长急了 他越买得早 我又划算 他本来八点钟会完 你十一点钟抓牛的话 拉尿饿死他 饿得少吧 他就重嘛 你那时间长了 他肚子里面空了 他肯定得停了 减重了 那现在应该有两点了 对对对 咱俩小时机 亏几斤的这一头牛 这个不好说 一拉一杀的话 十斤都不止 2013年的时候 苏国凯就像这样 开始到处收牛 一种是西门塔尔牛 一种是本地黄牛 他把这两种牛 杂交进行养殖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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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牛一千年多了 这牛 这是个西门塔尔 这就是西门塔尔 那那种黑白花的呢 那一时它就是 跟这个压材不一样 养殖的品种 跟农户不一样 苏国凯还干了一件 与众不同的事 他到处打听 谁家有像这样的大缸 还扬言 这大缸有多少买多少 一收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而苏国凯这样做 全都是因为一件事 刺激了他 老庙牛肉 是一种卤肉 发源于苏国凯老家 老爷庙香 因为独特的香味而出名 是当地逢年过节 必备的美食 2013年时 老爷庙香有大大小小 30多家做老庙牛肉的厂子 但是市场的乱象 让大家苦不堪言 老庙牛肉品质参差不齐 口碑一落千丈 一提起老庙牛肉 很多人头疼 当地的传统美食 走向没落 这成了全乡人痛心的事 当时呢 这个质量呢 确实一点保证都没有 有的达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一点牛肉都不仅掺了 这个名气是越来越不好 别人这一说老庙牛肉 想来买一个老庙牛肉怎么办 都是找熟人脱关系 才能买到真的牛肉 当时已经 这个老庙牛肉 已经马上不存在了 咱们都冒着风险在做这个 根本没相信老庙牛肉了 他用其他那个家属 我用其他代替牛肉 时常有那一家当人呗 就是买完老庙牛肉 受到严重的伤害 几乎上就是 吃的就没人吃了 整整整整的牛肉 没人了 我记得 我看到这个牛肉 这整好个平面 就吃了大了 我就自己 我就把这个平面吃下了 苏国凯是从小 吃着老庙牛肉长大的 可那个时候 他想买到正宗的老庙牛肉 都很难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苏国凯 他对老庙牛肉很有感情 爱屋即屋 当地人以前走街串巷 卖老庙牛肉的推车 他还收藏了一辆 这个也是个老庙牛肉 这个是租本留下来的 老庙牛肉 以前买手就是推这个车子 他这个船间有响 就是这个 你不想说这是老庙牛肉 这是 但是现在都没有这东西了 你看这棍筒子 这个木头了 现在这木工做不好 这个 这个多老啊 这个又一百多年了 去年可能就是 又给他那个 重庙起了起 又起了一下 这个 签箱 撑签了 这是个签子 跟现在说保险贵 保险贵 丢了口飞的老庙牛肉 苏国凯想把它做起来 对这个 这老五这都坏久又干净 这个老庙牛肉 有三百多年了理事 这个肉的杀肉 它吃牛肉 它果不不过事 把它那个牛肉 揉出去 多大多像 苏国凯觉得 养出好品质的牛 是老庙牛肉 能否成功的关键 通过请教专家 他用本地黄牛 和西门塔尔牛杂胶 进行养殖 而且因为公牛增重快 所以只养公牛 杂胶后的公牛 肉质细嫩 脂肪少 出肉率高 用这样的新鲜牛肉 做成的老庙牛肉 才能有入口喷香 酥软的效果 就你一捏它立刻就 就弹回来 对对对 新鲜是吗 对 西门牛肉 看到眼色 西门 дуже忘了 看到脸忘了 它就用西门度 当时没有一家企业 如此养牛 大家都纳闷 苏国凯这样费劲养牛 卖给谁呢 可三年后 苏国凯竟然真的让 老庙牛肉一鸣惊人 2014年 苏国凯养出的 第一批牛快要出来了 苏国凯很激动 他找来的宝贝大纲 即将要派上用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用当地传统古法做出的老妙牛肉 色泽红润 口感酥软 做法也很具特色 可是想要规模化 标准化地做出老妙牛肉 并且赚到钱的确是件难事 苏国凯却说 他只要找到一个东西 这老妙牛肉的钱就不难赚到 2015年 苏国凯拿出50万元积蓄 又贷款100万元建起了加工厂 在老妙牛肉传统古法的制作过程中 用大缸腌肉是最具特色的一步 苏国凯想让自己的老妙牛肉 保留最正宗的传统风味 因此他决定要保留古法的大缸腌制这个环节 盐肉是非常关键的 盐肉这个棋局也是非常关键的 再用那个棋局就像这个 这是用面图收工制作的一个缸 就这个大缸是吗 这个缸演出来了那个肉 跟其他演出来了味道不一样 我这个串通的老味道必须用那个盐 不用这个盐就做不出来那个院士的味道 你这么觉得是不是 这缸看上去挺大的 这缸也三缸牛肉 只有进了这样的大缸封存 牛肉才能腌制得更入味 腌制七天过后 牛肉会散发出一股醇香 如果换一种工具 老妙牛肉的风味就变了 2016年 苏国凯的老妙牛肉批量上市 苏国凯觉得老妙牛肉是华县的美食 除了本地人消费 作为特产推向全国 才能有更大的市场 自己也没有销售渠道 怎么才能迅速把老妙牛肉 推向全国呢 苏国凯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要在每一个城市 寻找一个合作伙伴 就一次当送给他自己 他自己在回家下边分享 他作为一个动载力 把这个市场想自己做 假的后控制 苏国凯想在每个地区 找一个总代理进行合作 借助他们现成的渠道 帮自己销售 由总代理 卖到当地的超市和特产店 苏国凯以66元一斤的 批发价工货 卖多卖少的利润 都有总代理决定 而且还可以先发货 后付完 这让苏国凯迅速找到了 四个城市的总代理 货真价实的品质 借力销售的办法 靠着这把利剑 苏国凯打开了石家庄 郑州等城市的市场 2017年 苏国凯的养殖场牛存蓝量 增加到800头 全年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自己赚钱了 苏国凯开始带着农户 一起养牛 他负责回收销售 你为啥把这牛放出来呢 因为它快餐了 我叫它活动弄跑跑 它又 好了 养牛不容易 但是农户们干劲很足 只要能养出好牛 再累都值得 而接下来 一个只能卖一元钱一斤的东西 让他发现更大的商机 2017年的一天 苏国凯看见工人们 在踢牛骨头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一头六的骨头 这就是一头牛所有的骨头 这不 这牛头 这是鸡骨 这有多重呢 这打开讲解是背景嘛 那个呢 那个身份别的稍微多一点 那也是一头牛 这都是一千二百斤的牛的骨头 这个打开就是一千五百斤的牛的骨头 那也是两百多斤 这个得有两百多斤的这个框 就光一头牛就有这么多骨头 对对对 这些你们都用不了用不成的 但是用不成骨头用不上 骨头就卖给股份上了 卖多少钱一斤 卖 像一块钱一斤吧 还卖一块钱一斤 对对对 那就很不值钱了 那不值钱 就是卖给 变成那个死了了 整整两头牛的骨头 也就只能卖四百多元钱 苏国凯怎么琢磨都觉得这骨头卖亏了 一直闷头做老妙牛肉的苏国凯 这一次决定走出去看看 他到成都北京等地转了一大圈 半个月后 苏国凯的一个决定 让全家都炸了锅 我爸做一四百亿 怎么说 可以说他独断独行吗 他把所有事情规划好之后 然后才会跟你 就跟你们商量 你看徒弟啊 已经合同已经签过了 苏国凯外出考察 发现有牛骨头餐厅 生意不错 就砸上全部积蓄两百万元 要建一个占地十亩的饭店 主打炖牛大鼓 家里人都觉得没必要冒险 去做没做过的餐饮生意 而且苏国凯为了养牛做牛肉 累到右腿得了骨骨头坏死 走路都不方便 平时都得骑着电动车代步 家人也不愿意他受累 但苏国凯铁了心要干 半个月时间 饭店就在老爷庙厢建起来了 看见父亲已经拉开了 正式大干一场 儿子苏彬彬决定和父亲 一起打这场硬仗 然而饭店一开业 一直做生意没亏过的苏国凯 却开始以每天亏两千元的速度赔钱 感觉这人花些钱吃点骨头 感觉有点什么不太合适 一天换开支两天多 一天换开支 愁不好啊 哪会不愁好 我每天早期都去了 晚上是一天不回家了 光顾的人不多 父子俩干着急没办法 苏国凯睡不好觉 每天五点就起床 来到饭店打扫卫生 就这么打扫了半个月 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 这个办法 又让很多人都看不懂了 本来就不赚钱的牛骨头餐厅前 苏国凯又开了一个 主打会面的餐厅 会面和男人离不开的美食 一碗热腾腾的会面 吃下去既热乎又满足 会面很实惠 只要十元钱一碗 被会面吸引来的顾客 看见旁边就是卖牛骨头的 也都忍不住想来一块尝尝 牛大骨论金卖 一斤二十八元 这样一块也就十多元 都点怎么样 会面牛肉 会面 牛骨头 刚吃过 他们家是最早推出这个牛骨头 牛骨头 味道好啊 因为这两个朋友 他没在这吃过 今天专门带他过来吃 相当实惠 相当实惠 你是说面相当实惠是吗 这一份肯定实惠 正说这个牛骨头也比较大 你说骨头大是吗 对 里面肉也不少 苏国凯其实就是想用 河南人迷恋的会面 给餐厅引流 会面十元一晚定价不高 但却成功带动了牛大骨的销售 原本不好卖的牛大骨 后来一天就能卖出一万多元钱 有了餐厅和厨师 苏国凯紧接着又把牛的辅料 牛血 牛头肉等也都做成菜品 原来不值钱的辅料 卖出了和牛肉差不多的价格 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苏国凯 对于追逐利润 有自己的理解 苏国凯和当地88户农户签订了回收协议 带着大伙一起养牛 2020年他的销售额达到2600万元 苏国凯说 如今老妙牛肉重新焕发了生机 也挽回了口碑 这是最让他自豪的事 全乡的牛肉加工企业一共是七家 这是最大的一家 通过它的影响力呢 我们的养牛户也增多了 从以前的存储量 一万头左右 现在已经达到了十万头左右 苏国凯说 他能在当地的特色产业里赚到钱 靠的是继承和创新 继承了传统老妙牛肉的做法 用大缸腌制再加工 同时在牛的品种和销售渠道方面 进行创新 最终让当地的特色美食 重新焕发了生机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